韩国银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年3.5%不变 央行表示 以哈战争 美元走强等 导致韩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上升 另外 市场关注降息的可能性 不过 央行表示 将维持紧缩基调 央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宣布 将基准利率维持在年3.5%不变 这是自今年1月最后一次加息后 连续第六次冻结利率 央行表示 尽管消费复苏势头有所放缓 但是出口低迷的情况得到缓解 经济增速呈现缓和的改善趋势 央行认为 景气出现不确定迹象 再加上地缘政治风险因素增多 当前应维持利率水平不变 央行还表示 今后将把重点放在物价稳定上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紧缩基调 分析认为 该发言旨在打消 市场对降息的期待 在物价方面 央行预计 最近以哈冲突导致油价上涨 物价涨幅回落至目标值的时间 有可能延迟 韩国上月物价涨幅为3.7% 另外 市场关注央行降息的时间点 不过 央行表示 有必要进一步加息 将是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做出判断